哎 家里的书太多了 确实需要整理一下 看看 这么多书都整的放到地上了 我的书架已经完全摆满了 我得把我的书给拿出来 我的那本书在这里 我就拿出来给大家去看一下 今天呢不知道为什么 就跟大学的朋友聊一会天 然后就去回顾一下大学的生活 毕竟我跟这个朋友还是很好的 我们就经常会在大学的时候去扯扯蛋 然后去聊一聊那个时候的 所谓的梦想的东西 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又突然聊回来这件事情 就感叹 我大学毕业应该十几年了吧 然后就感叹 今天我们的梦想是否达成 然后我们就聊了很多东西天马行空的 然后我就说到我自己的梦想 我们就聊到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是我大学的时候去写的 那么这本书是我的梦想之一 就虽然很奇怪 就是我想做程序员 但是我也有很多其他的梦想 比如说写书 比如说做导演 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幸运的是 就是我坚持了这些梦想 然后也不知道是命运还是什么的 就是阴差阳错的一点一点的实现了这个梦想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去跟大家去聊一聊 我自己对于一些梦想 运气人生那些看法 运气人生那些看法 这个话题呢 说起来说实话感觉有点老套 那我也不是在这里去跟大家去说什么 保持梦想保持热忱 我只说说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吧 那么我觉得我人生中最为幸福的事情是有自己的一些梦想 而且我一直在坚持这些梦想 那么这个梦想的坚持呢并不是靠义理 而是靠一种我不知道就一种自觉吧 或者我也说不出来 因为我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就是在我上大学之前 其实都很垃圾 我上初中之前呢甚至是跟那些小伙伴 因为当时社会上很多下岗嘛 也比较乱 跟那些人去偷东西 去打架 也不好好学习 天天玩游戏机 其实是一个很垃圾的人生 然后我到高中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就开始打游戏 玩什么CS 玩魔兽 到高三的时候玩魔兽世界 所以高考就考得很垃圾 七八五十分吧 应该是这个总分 我只考了470分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垃圾的人生 但是当时国家因为扩招 所以有三本的学校 三本的本科 我就上了一个三本的本科 好歹是拿了一个本科的文凭 虽然没什么用 但是也毕业了 然后就阴差阳错的找到了一份工作 虽然总说自己混混顿顿的 上初中之前呢好像接溜子一样的 但是初中也稍微努力了一点点 上了一下重点高中 但是基本上都是掉车尾的那种 那么在高中的时候 同学们嘛 肯定会聊聊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这个印象我非常的深刻 我的梦想有三个 一个是做程序员 这个是我从小学的时候就想做的 第二个呢是写一本书 第三个事情呢是想做导演 这本书是我大四的时候写的 然后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还是很羞耻的 这是一系列重书中的一本 是当时我写的ASP.NET开发技术大权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这件事情说起来其实也蛮奇怪的 就是也不知道谁在网上看到了我的博客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比较实心写博客嘛 所以我就经常在我的博客里去写 我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和我的一些技术的解决方案 然后有的人就会觉得应该还不错吧 就邀请我去写一本书 然后是从书中的一部分 我当时觉得还以为是骗子 后来在深入沟通了之后呢 竟然发现是真的 所以我就慢慢去写 就写了这一本ASP.NET开发技术大权 那么这本书还是非常贵的 我自己都买不起 要79块8 十几年前还是蛮贵的 所以呢 我自己没有买这本书 是出版社送我的 我自己呢 说实话感觉很羞耻 也没怎么看 但是里面写的时候呢 我还是非常认真的去写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是一个蛮温暖的 蛮有鼓舞感觉的一个大学回忆吧 很多同学们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只是上了高中 就上了大学 专业呢可能也听父母的意见 那么我自己在选专业的时候 我就非常笃定 就是想要去做程序员 当然这跟我家的一些情况有关系 就是大家老观众知道我家那个房子非常的破 那么我们家条件也不是很好 但是非常奇葩的一点就是 我可能继承了我爸的一些工程师的一些思维 他是一个地质工程师 所以即便在我们家那么穷的情况下 他还是在我小学的时候买了一台电脑 所以我就用电脑玩游戏 对并不是做程序员 而是玩游戏 虽然中间呢买了几本书 对了书 打了一下什么超级马力的游戏的开发 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玩游戏 坏的点呢可能就是我的学习比较垃圾 好的点呢就是我在上大学之前 就已经对打游戏打网游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厌倦了 那么上大学之后呢 我就开始好好的去学计算机了 但说回梦想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发现就是 在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我就梦想非常直接 非常具体的 是做程序员 还有写一本书和拍视频 当然了导演没做成 拍视频在今天变成了拍Vlog 今天呢就是我们小狗子的两岁生日 所以今天呢打算给他做一个两岁的生日蛋糕 然后也给他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赶快做做蛋糕吧 是不是很期待 他们的家里多乖 馒头黑豆都知道我们在给他们做饭 所以他们很乖的等着 是不是 小狗子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你是幸运的 你自己喜欢自己的行业 你喜欢这样一个专业 刚好这样一个行业和专业呢 又遇到了这个行业的一个爆发期 这个行业从无到有的这十几年 你都参与到这里面 并且他最好的时候 你也在里面获得了很多的收益 那我自己如果说我喜欢数学 我喜欢土木 他们是我的梦想 我也在坚持这些梦想 只是看到很多身边的朋友们同事们 因为他们热爱的专业 在世俗上取得了一些成功 比如说买车买房了 我自己还没有这些 那么我应该怎么去面对我的这份热爱 怎么去面对我的这份梦想呢 我觉得我们对梦想有一个 可能是错误的一个预期 就是我们会认为梦想跟世俗 跟现实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如果一个人有梦想 他就应该成功 如果他没有梦想 他就应该失败 但是实际上现实世界告诉我们 这两件事情就是毫无关系的 一个有梦想的人 他可以成功 他也可能失败 一个没有梦想的人 他也可能成功 他也可能失败 所以当我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会觉得其实梦想真的是跟希望一样的 是人类最高级最珍贵的一个东西 我会认为梦想 那我分享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 就是之前互联网发展的特别的好 特别有钱的时候 当时我们创建的那个公司 后来发展的比较好 有将近两万人了 真的是非常大的公司 然后大家的钱都很多 那个时候我们的集团 有一个大佬要邀请我 跟他一起去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那么当时我就拒绝了 大家知道你拒绝了一个大佬 去跟你产生联系 跟你互相拿着把柄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在他的眼里 在他的心里 他会觉得这是看得起你 但是说实话 我自己觉得 我并不适合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 就是虽然我理解 我从逻辑上 从理智上 我理解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灰色的事情 是随时随刻都在发生的 但是他可能不适合我 他跟我对于我自己的人生 和我的梦想是完全冲突的 就是虽然在互联网发展最好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程序员 是可能让你当时跟你一起创业的那些人 觉得很奇怪 甚至有一点点丢脸的 当然后面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互联网走了下坡路 业务也没有达到真正的预期 所以很多人没有兑现 然后我的很多的朋友 和当时的很多的大佬 花了很多的精力去维护的关系 到最后也没有用 而且很多时候他们透支金钱 去买了好车 好房子 到最后都成为他们的债务 所以今天去回看就是 我很幸运的没有在那个 漩涡圈去沉沦 说白了我觉得这也是梦想 给我带来的一些力量 就这个衣服是不是 好 穿起来看一看 蛮搞笑的这衣服 看到已经开始笑了 黑豆 跟着很像 你看看 过来 来 来 我小狗摄影师 来 黑豆过来 来 咱们对了姐姐 坐 坐 来 坐看姐姐 来 我们摄影师拍照 好不好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自己也有过得非常不好的时候 就像我提到的 我刚毕业的时候做程序员 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工作 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的大爆发 很多人甚至拿程序员这种职业去开玩笑 那个时候我也会觉得我的同学读一些其他的专业 能挣很多的钱 我很羡慕 我也会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行业 我也会怀疑自己是否能力就是不够 而且我也会经常懊悔我曾经浪费了很多时间 没有好好的去学习 总之自我怀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梦想还是做程序员 所以日常的工作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逐渐我把自己投入到我开心的事情和开心的事业中之后 我觉得我的内心平静了很多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后面互联网 或者说什么移动互联网会大爆发 我只是干着我的普通的工作 然后每天干着我喜欢的事情 遇到了困难就解决 那个时候喜欢写博客 就像今天这样的 我去给大家去分享 我的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然后逐渐的你就会发现 你已经投入到一个行业中 投入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终身事业之后 你就会觉得一些短暂的快乐 和短暂的收益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当然这也不代表说我自己不喜欢短暂的快乐 和短暂的收益 只是说你会把事情看得更明白 看得更清楚 你想要的是什么 是更重要的 特别是在低谷的时候 一旦你自我怀疑了 如果你没有梦想去支持你 你就会放弃 在这一点上面 梦想就是那个 无论你身边有没有人 有没有朋友支持你的情况下 那个最支持你自己的那样一个自我 也许说到这里 大家会觉得我这个Vlog是一个鸡汤 但实际上并不是的 那么确实我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也觉得很唏嘘的是 很多人他也有过得特别好的时候 因为他的沉沦 他变得失败了 也有很多我认为开局不是很好的人 过上了自己的理想的生活 但说实话 更多的人还是混得好的人 一直混得好 混得不好的人 一直混得不好 所以这也不是什么鸡汤 就像我们在聊的时候去说的 就梦想和成功与否 它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 不是说你有梦想 你就一定会成功 但是说句实话 拥有梦想 它还是一个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 至少你内心觉得平静 至少你在往上走 快要迷失自己的时候 会有东西去帮助你 去清醒的思考 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东西去鼓励你 而这种东西它不是来自于朋友 亲人来自一些外界的 它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的 所以无论你好也好 不好也好 你都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生下来活下去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拥有梦想 对于个人 对于内心来说 是非常珍贵的 今天聊了这么多 我也在公园走热了 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拥有梦想 并且坚持梦想的 我相信很多坚持梦想的人 还是会觉得很迷茫很疑惑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所谓的梦想希望人生 每个人还是要自己去体会的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梦想 人生或者希望之类的 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我只是希望在我自己的 个人的生活的分享里面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带来一些慰藉 甚至一点小小的安慰都可以 不管怎么样 人生还是要自己去体会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人生中 找到自己的快乐和平静 好吧 那么这期Vlog就差不多到此结束了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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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